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 第二部分的第二节课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 使用easy install以及pipe 进行built-in还有外部包 也就是package方面的安装以及使用 并且我们初步的介绍了一下Python里面的数据类型 这节课我们主要从Python的Numerical数据类型出发 给大家详细介绍里面的几种数据类型 上节课我们提到总体来讲 Python在三版本中 有以下几种类型 Numerics, Sequences, Mappings, Classes, Instances和Exceptions 那本节课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Numerical的数据类型 也就是数字型的 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int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整形 大家注意一下在Python里面 boolean也就是是非型的数据 是包含在整形里面的 是属于整形的一个特殊表现 第二种float浮点型 第三种complex 在Python里面 它是直接支持复数的类型 这一点和传统别的编程语言 稍有不同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形 整形在Python里面的长度 就数据本身类型来讲 是不受限制的 它是unlimited 第二种float浮点型 Python的实现是用C语言编写的 所以Python里面的浮点型float 对应的是C里面的double的类型 如果我们要具体查看 取值的范围 可以通过系统命令 sys.float underscore info来查看 第三种类型 Python直接支持复数类型的表示及运算 复数类型 由real,实步和imaginary,虚步组成 通过命令 具体的使用方法和详细的语法 以及参考文件 由于这部分内容偏多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大家可以仔细参考Python官方的 参考文件 我们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来看一下 它们之间的运算 首先我们先去它们的官网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几部分数据的 整体的结构 好,大家看到 关于numerical types 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三种 它们以下支持的运算 以及表示 通过底下这个表格 可以详细查询 我们在此因为时间关系 就不一一赘述 我们在其中挑几个例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 针对numerical data的一些 基本运算和表示 好 回到我们熟悉的 Eclipse里面的PyDive窗口 我们再建第二个 Python的模块 在同样名为 Teaching Python的这个项目之下 我们建立一个 Python Modular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Numeric types 因为本节是第二部分的第二桨 所以我之前给它写一个2 下滑线2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些例子 首先 我们来 创建一个变量 变量名为a 给它复制为3 大家注意一下 Python是一个动态语言 这一点和传统的语言不一样 比如说C++ C或者Java 在声明变量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声明变量的类型 我们直接可以写成a等于3 系统就会识别出来 a属于整形 好 同样我们试一下 b等于4 这里我们创建了两个整形的变量 我们再试一下 float 浮点类型的 比如说 C等于 5.66 d等于8.0 我们创建了两个浮点型的变量 接下来我们再尝试创建两个 复数型的变量 复数型的变量 因为它属于面向对象的定义 所以我们通过 它的勾造函数 complex 来创建 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 它实步的部分 大家注意实步和虚步的两个部分 在complex 也就是复数里面 都属于浮点型的变量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c和d 把c 我们已经创建的c和d 两个浮点型的变量 作为参数 传到复数的构造函数里面去 好 同理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复数之间的运算 我们首先先负两个值 通过把a 本来是整形的a 转化成浮点型 负在复数的 构造函数中的第一个参数 相似的 我们把b 也转化成浮点型 负在第二个参数里面 好 我们现在 创建了六个变量 三种类型 我们可以先打印一下 看一下我们创建的类型 首先第一 我先查询一下a的类型 我们用print statement print a is type 我先把code写完 把代码写完 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的意思是这样 在python里面 print是一个函数 所以在括号里面 我们可以逗号表示的意思 是一个连接 concatenation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连接 前面是一个字符串 string 在双引号里面 后面 我们可以直接打印出来 另外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说 通过type这个函数 可以查询 a这个变量的 类型 是什么样的类型 好 我们先打印一下结果出来 看一看 我们看到 在console上面显示出来 a属于整形 好 那我们相似的 打印一下 b 的类型 当然b跟a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直接可以查询一下c和e的类型 带码相似 然后把变量名换成e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分别打印出来 我们分别打印出来和我们想要创造的类型相似 分别是整形 复电形和复数形 好 下面呢 我们尝试进行一些运算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想看一下a和b加起来的结果 好 3加4等于7 我们打出来一个整形的结果是7 我们再试一个出法 运算 比如说d除以c 我们看到 d除以c 两个浮点性的数字相处得到一个浮点性的数据 这结果作为伤是1.ce 好 我们再试一组 b除以a 大家看到 两个整形之间 我们用出法 可以直接得到浮点形的精确度 但是我们换一个方法 假如说 我们用b 两个除号的这个运算符 得到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到 之前我们得到1.333333的循环 但是这次只得到1 这是因为两个除号 在python中认为是要 run down 也就是说把它约成整形的 不管它的小数部分是大于4还是小于4 都把它往下 约减为最近的整形 好 我们再看一两个例子 我们现在打印一下 这个负数 e的值 我们再尝试一下 把两个负数进行一些运算 e和f加起来 看一下它的结果 好 正如我们期望的那样 我们看到 e是一个负数 5.66加 8 这是虚部 8g 然后呢 e和f的结果 相加分别 实部和实部相加 虚部和虚部相加 得到了8.66加12g的结果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现在这台机器的系统上 float 也就是辅典型数据 通过系统 命令 打印出来它支持的数据的范围 大家注意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红杠呢 是因为这里报错 因为我们使用了一个系统包 叫Sys System 所以我们需要 在使用它之前 首先要导入这个Sys 注意这个System Sys 这个包是系统的built-in 也就是自带的package 所以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安装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结果 程序运行结果 告诉我们 这个浮点型 支持的最大最小的value 以及相关的一些参数 好 今天这节课 我们介绍了 Python 支持的数据类型 重点介绍了 Numerical Data Type里面的 三种数据类型 下节课 我们将继续介绍 以Stream 为重点的 其他数据类型